你最近會不會太累啊 然後飲食正常嗎 他就說他最近就是 痰比較多 他很喜歡吃麻辣鍋 然後我說對了 這個美麗的事證就跟 壓力還有飲食有關係 20多歲的年輕的女生 女生都很喜歡吃麻辣鍋 是啊 對 然後他其實他以前 他就覺得他比較容易暈 頭暈 但是他通常休息就會好 但是最近他就 不知道為什麼 頻率變很高 而且他看東西 開始會天旋地轉 就這樣轉 他就站著 怎麼快跌倒了 然後他就 也會心吐吐 還吐 以前他有一點暈 他就吃個藥 我有去看過門診 但是這次吃藥沒什麼效 就跑來我的診間來問我說 醫師我這是什麼問題 因為通常很暈很厲害 都會覺得我是不是快掛了 我是不是中風 我是不是腦袋長東西 對不對 暈眩症有分 你基本把它分成中樞型的 可能腦袋造成的 或是耳朵造成的 只要是耳朵造成的暈眩症 都不會 不會死人 後來再問他 有沒有一些其他的症狀 他的單側耳朵會有一點耳朵 然後有點悶脹 然後我們做了一點點聽力檢查 他的聽力有一點點 跟另外一個耳朵比 稍微變差了一點點 覺得說這個就是 梅尼爾式症 梅尼爾式症 通常這個梅尼爾式症 通常這個就是不會很 危險性很高 但是就非常不舒服 就像你暈車 整天在暈車 那真的就非常不舒服 這個患者我們就問他一下說 你最近會不會太累 然後飲食正常嗎 他就說他最近就是 痛比較多 他很喜歡吃麻辣鍋 然後我說對了 這個梅尼爾式症就跟 就是你吃太重口味的 重鹹的 太甜的 因為我們梅尼爾式症的原因 是我們內耳的淋巴水腫 我現在又講到水腫 剛剛甜面神經也是水腫 它也是水腫 水腫之後造成你暈眩發作 所以它跟鈉甲離子有關係 所以你吃太鹹的 太甜的 容易喝太多水的 因為你吃很鹹 可能就會喝很多水 身體容易水腫 就會誘發 所以後來他發現說 那以後就要少吃 太頻繁的麻辣鍋了 最近天氣開始 溫差日夜大滿多了 開始冷了 暈眩的變成其實越來越多 對 我們簡單來講 暈眩其實會分兩種 額外再加另外一個 就是自律神經功能 兩種主要是什麼 就一個叫中蘇性 另外一個我們講 中蘇性顧名思義 就是你的腦袋 太出問題了 比如說你的中風 或者裡面長的一些東西 等等那一些 就算是一點點 只要中對位置的話 其實你會有 暈眩的症狀 會出 對 有些真的是 我們講很多 我們講無症狀的中風 真的 很多的病人在照統計 百分之十到二十 病人有症狀中風 住進來的時候 其實之前曾經有中風過 中蘇性的中風 大部分病人會什麼 就是年紀比較大 很多的老人家當年發現 他認知功能有問題的時候 你回來看門診 照著腦部掃描 以前很多小中風 完全都不知道 中蘇性的暈眩 在這種天氣溫差很大的時候 三高的病人 如果特別沒有控制 特別多 然後第二種來講的話 就是周邊性的暈眩 大部分是什麼 就是耳朵 平衡神經的問題 等等那一些 周邊性的暈眩 其實它還是有一些原因的 比如說 最近有撞到頭 我們叫輕微的外傷 或者撞到頭 是耳屍的脫落 或者天氣的變化 急速的變化 一些感冒的症狀 造成你的淋巴水腫 造成比如說 前屏腺經發炎 或者我們講 聽力也受損了 有沒有可能是 當然還有一種是什麼 就是一年365天 都有可能過來的 就告訴你說 醫生 我偶爾心臟會跳得很快 然後有點喘 喘沒多久就開始暈 暈沒多久 手開始麻 我四肢中風了 還發現其實到最後 我想這個可能 就是歸類叫什麼 有些是緊張 焦慮 壓力等等 那些都會有類似的症狀 那臨床上我們不可能說 每個頭暈的病人 都幫你做電腦斷層核磁公正 簡單來講 我們跟病人做什麼呢 摸鼻子 摸手指 摸鼻子 摸手指 看看它對不準 對 大部分都應該對得到 如果它摸過去的時候 它是對不準 或者碰不到 其實要小心 它有可能就是 小腦功能開始有問題 而且如果大部分中速性暈眩的病人 除了這個以外 走路會歪 甚至於說它會什麼 它是故意的 你可有協士 那些病人有可能 他真的會有一個我們講 複視 看東西會看到兩個影子 前幾個月有一個50幾歲的大姐 那天我記得天氣有點變化 有點大 他就說早上起床的時候 覺得天旋地轉 頭不管轉哪一個方向 就會噁心想吐 吐了一個早上 他就撐著去看門診 門診醫生剛才講 前庭神經發炎 確實他的症狀 真的是一個前庭神經發炎的症狀 他看了醫生 其實他症狀有改善 可是這種前庭神經發炎的病人 大部分就是 三天到一個禮拜左右 應該症狀就會緩解 可是他撐了兩個禮拜 他說症狀是比剛開始發生的時候 有好一點點 可是他還是覺得 只要動的時候 他不是那麼浮浮 他還是覺得轉 那我還是做了很多的檢查 譬如說我請他碰 正常 我當然搖他頭 也不吐 也不會怎麼樣 我們還會請他做 譬如說站起來做一個閉眼測試 看看說他有沒有晃等等那些 也還OK 那我們後來就做哪 我們就會做一個音叉 來看到說 初步的看一下聽力 到底有沒有什麼一樣 傳導 骨傳導跟空氣傳導 有沒有問題 突然發現說 他有一邊的聽力 好像有差了一些些 我們就幫他安排了一個 腦幹反射的誘發電位 我們就看聲音傳導 耳朵再傳到腦部 整個路徑 到底有沒有什麼問題 做完之後 一個禮拜回來 哇 他後面那一段 就是我們講小腦腦幹那一邊的 傳導是有問題的 然後再去做一個核磁工程 果然他是有一個 大概兩三公分左右 剛好壓到的地方 就是我們講第八頓神經那一邊 後來就把他轉到我們的神經外科 去做加碼道的處理 所以他那個症狀 其實他說 暈的症狀是有改善一些些 可是轟轟轟的聲音 他就說 還是有啦 可是他說十幾年了 他自己也很習慣 也不會覺得怎麼樣 還好 也說這個是運氣好 還是怎麼樣 反正anyway就是 剛好就是檢查到 有檢查 有發現到這個問題 所以有做後續的處理 不然的話如果你放著的話 那個腫瘤越來越大越來越大 其實到時候那個破壞的程度 會更嚴重 譬如說 甚至於他會知道那個 爐底的骨頭啊等等那一些 那時候就鼓 甚至說加碼道就可以處理完了 二十歲的年輕女性 他來救診 他來的時候就說 醫生他不曉得為什麼 以前會有 但是最近特別多 他暈的狀況特別頻繁 加上他會 耳悶 耳心耳吐 重點是他會頭痛 他一來就哭哭啼啼了 他非常難過 他一隻手抓到男朋友 一手非常緊張 我說你不要那麼緊張 我幫你檢查一下 因為來耳鼻歐科 大部分都是美式 我們耳鼻歐科的暈 大部分都是周邊性的 不太會是中樞性的 所以我們先幫他檢查 一些理學檢查 那確定不會是中樞的問題 那一些眩陰檢測 也不像耳食脫胃啊 等等問題都不太像 他說他每次在痛之前 然後在暈之前 他就會先看到一陣閃光 閃光完之後 他就會開始 脖子就開始一陣緊繃 然後有那個血管 在那邊蹦蹦蹦蹦的感覺 然後串到他右邊的太陽瘦 接下來他開始劇烈乍痛 那嚴重的時候 他就會開始噁心 嘔吐 那聽完這些病史 大概就心裡面 又浮出一個診斷 他有可能是因為 偏頭痛性的眩陰發作 他又問到說 那到底什麼原因 會造成這樣的狀況 那可能是因為大腦的問題 壓力的問題 有可能是飲食的問題 飲食那到底什麼東西 要特別小心 他說比較常見的 我們常聽到說3C產品 巧克力啊 還是說像一些起司啊 像一些柑橘類 就盡量不要吃 說完之後 他馬上回頭 瞪了一下男朋友 因為剛好那段時間 剛好情人節 男朋友買一大盒 一大盒巧克力 一排的巧克力來給他 都你害我的 因為之前他想買 他捨不得買 就像男朋友存的錢 買了好大一盒給他 事實上像遇到這種 偏頭痛性的這種暈韻 我們在臨床上 也滿常遇到的 事實上飲食 當然不是說 每個人吃巧克力 就一定會發作 不過重點就是 壓力 一定很重要 睡眠 對 坐席 這等於要好好管控的話 其實不太會發作 不用太擔心 像我自己就有這樣的狀況 妳有暈眩 我有暈眩 而且我在我十八歲那一年 才知道的 因為我那一年就是要去上課 然後一起來之後就 砰 我直接倒地耶 然後我大概倒了十分鐘 我才起來 可是那起來就是很想吐 很噁心感 而且會覺得好像 世界是上下顛倒的那一種 然後因為我就想說 怎麼會這樣 我後來去檢查之後 一三年才跟我說 我是梅尼爾式症 對 他說好像是內耳 還是中耳的一個不平衡 所以才導致的暈眩感這樣 對 然後其實這個病的話 很可怕的原因是因為我覺得 它是完全無預兆的 然後醫生也給不出我任何的原因 他說因為也不是遺傳或什麼 他就說你可能就是因為壓力大 然後就突然間有 所以我就 我就突然間莫名得到了這個病這樣子 對 這很無解耶 這很無解 而且他真的是在外面如果隨時來 你真的是完全沒辦法的 因為我曾經有過一次 我是出國 然後那時候我在飛機上 然後我就那時候也是要去上廁所 就站起來 然後我又突然一個暈眩 我就... 而且我是控制不了自己的 我直接倒在隔壁那個 隔壁的客人身上 算嗎 算嗎 這不是重點 不是重點 客人男的好開心啊 對... 不好意思 我直接抱著那一種倒在身上 我突然在嚇歪耶 然後我說小姐妳該起來了吧 我說我真的起不來... 好險 我真的乘客有遇到醫生 他有備藥 不然我那一趟旅程 因為我只要去工作 那種說完蛋了 因為你出去去菲律賓什麼 你也沒辦法跟別人溝通怎麼辦 好險真的是那個醫生 他有備藥 然後救了我一命這樣子 這樣有藥 那妳沒有講 妳倒下去人是清醒還是 會要昏迷會怎麼樣 就是妳會覺得 比做那種咖啡旋轉 都很暈 然後還是要剩下的 天弦地轉 然後很想吐 他倒的時候妳碰他 他會不能讓妳碰 因為妳碰他會覺得更暈 他就會一直吐 我沒特別感覺 因為我就整個暈到一個不行 但我是聽得到別人講話的 但我沒辦法控制自己的那一種 沒有 真的很討厭 他到現在在目前 你看醫學這麼發達 他沒有完全的知道說 到底是什麼原因 在臨床上觀察到 在一些 過敏的朋友 就過敏寶寶寶 過敏寶寶 因為家族遺傳 家裡面如果有 對 所以像妳們就要小心一點 我家我要怎麼遇我 妳要小心 妳要偏頭痛 還是說頭部撞傷 這些都有可能會發生 不過沒關係 有一些狀況 飲食上要控制 睡眠要作息 要正常過敏 像我們可能要少咖啡因 然後少鹽 少鈉 那少辣 這些吃心的食物都要少一點 因為它原因就是因為 它在內淋巴管的水腫 內淋巴管的水腫 過敏是你只要吃鹹一點 它裡面可能就積水 就容易有這樣的狀況 所以在治療上面 有些醫生會用 雷固醇以外 美妮有試症的藥物 甚至會用一點利尿劑 或許如果我們一個月 發作過一次以上 我們可能就有必要 常規性的服用 先讓它穩定 如果能夠半年以上 沒再發作 那我想應該可以過關 我們其實可以再看一下 學院比較常見的 我們醫生都喜歡 把它分為中樞跟周邊 因為中樞就是危險 跟大腦有關 你看腦中風 腦瘤 還是嚴重的腦摸炎 會不會要你的命 要啊 會耶 周邊性的就比較簡單 前提神經發炎 你可能不小心一個感染 感冒之後 好暈喔 好炫喔 不過沒關係 你躺在那邊好好休息一下 都不會要你命 另外一個 常聽到的耳食脫落 它就是我們班規館裡面的 結晶石掉了 耳鼻科門診 常常在做這種耳食副位 耳食脫落也是滿常遇到 另外一個就是這個 梅尼爾市症 像我們最近有遇到 有診斷一個 應該說有一個 新的一個眩暈的診斷 它主要是因為 它這半年來一直都在頭暈 連它騎車的時候 頭轉動 譬如說它騎車 它只要準備要轉彎 右轉 左轉 它就會開始眩起來 它就會暈 它就會很不舒服 它這個時間已經超過半年以上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它早上睡醒的時候 它可能會比較好一點點 但是它稍微再動兩下 它會開始暈起來 重點就是 只要有別人稍微碰它一下 叫它一下 它就會很緊張 它就很怕它暈又發作 最後它連看東西 它只要看到譬如說 它之前它有做菜習慣 去大賣場 然後賣場上面架子 不是一堆東西 它發現它開始會頭暈了 看到一堆人 它也會緊張 它會很緊張 它暈都會發作 到最後它只要靠Uber 去幫它買菜回來 誇張到最後 它只要看到它買回來 淋到滿目的食材在它面前 它又暈發作了 像這種叫做視覺性的眩暈 所以你只要符合 剛剛那幾個狀況 我們現在有一個新的診斷 叫做持續性 因為它跟知識有關 知識性 知覺性的投影 但是這類的朋友是因為 它可能會跟它的精神壓力有關 所以在治療上面 我們就用一些抗教育的藥 我們就會用一些血清素 增加體內血清素的藥物 另外協助它做一些 潛艇平衡的一個訓練 來改善它的症狀 然後訓練之後大概兩個月 它的症狀就沒了 才會搬到那個窮鄉屁壤 沒有人煙吸澡的地方 不然那鳥叫聲 可能會感到到它 好熱喔 然後吸澡叫聲 還要再噁到 為什麼會發生這樣 我是不是問題 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狀況 就是因為 它之前曾經有過 耳屎脫落 這類朋友可能發生過後 它的潛艇的敏感度 會變得非常敏銳 你只要一點點狀況 它馬上就引起它一個炫愈 那很多人都會以為是 身心科的問題 其實不是 它是一個功能性的問題 我們那個暈眩的感覺 其實每個人 或多或少都可能會有 可是要特別注意一下 如果你暈眩感有改變的話 變得嚴重 或者變得跟平常不一樣 那個可能有一些 嚴重的疾病發生 對 我之前就遇到一個 就是六十幾歲 將近七十歲的一個大哥 然後他就是來的時候就說 講話 怎麼了 沒有 我說你講話很 是大哥 很刺激大哥 我好怕你說老伯伯 對 很刺激大哥 沒有 他有七十歲大哥 對 我我是開業醫師 所以講話會比較 對 比較嘴巴甜一點 對 然後就是 他來的時候就跟我們說 他有一個暈眩的問題 長期在神經內科跟耳鼻歐科 砍 治療 可是他最近這一個禮拜 只要 然後就好像快要暈倒這個感覺 然後一兩血也要覺得 這不對 他感覺就是 他有一個高血壓 跟一些心血管的問題 然後我請他去心臟科 然後一做心電圖發現 其實他這一個禮拜 已經有點心肌梗塞 對 如果再晚的話 可能那一片心壁 可能就已經整個都會壞死 後來幾級住院做心導管之後 整個通了就 症狀就解除 對 其實所以 如果你有時候要暈眩的時候 你要特別注意到說 可能跟之前不一樣 就可能要特別注意 另外碰到在急診室 就是有一個特別比較嚴重的病人 就是他四五十歲而已 然後他來的時候就會說 他這次暈眩很厲害 一般我們暈眩來看醫生的話 不是看神經內科 就是看耳鼻歐科 是 然後比較區分的就是 可能說你看東西會旋轉的話 可能就是看耳鼻歐科 因為耳鼻歐科的內耳熏暈眩 可能你看東西會有一個旋轉的感覺 他比較那種暈暈的 站不住 可能就會比較先去找神經科 他來的時候就是躺床 因為他基本上已經站不住 然後這時候我們就是有想到 有一個測試 叫做finger nose finger 就是我們去測說 他你摸叫病的摸自己鼻子 然後你手舉起來 然後再摸他的手 他可能這個動作就會做不到 然後再接下來 他就暈倒了 去做電腦斷層 對 所以就是你一個 如果一個緊急的暈眩的話 要特別注意一下說 會不會有一些突發的 那個嚴重的疾病產生 那個陳醫師剛提到那個 可能是八個級的這一種的年紀 大家都在強調多喝水 但是水喝太多會怎麼樣 也是會出人命的 我記得好幾年前 現在沒有那麼流行 以前流行女生38公斤 有一天有一個門診 十幾歲的小女孩走進來 他就開始電 我以為他嗑藥還是喝酒 大白天的就開始搖搖晃晃晃進來 他臉色很蒼白 好瘦好瘦 一個38公斤的女孩走進來 他跟我說他 那我想說夏天嘛 夏天平尿 那小女生是不是尿路感染 就讓他去驗尿 就發現他小便裡面那個 非常非常低 他簡直就是直接尿水 我就說妹妹啊 你體重幾公斤 他說我38公斤 我說那你喝多少水 他說我喝一萬CC 太多了 他說因為夏天 他同學告訴他 夏天天氣熱 所以食欲差 所以我們就趁這個機會 大家來減肥 那最近有這個 所以他基本上也不吃什麼東西 就喝水 又可以排 把那個水排泄掉這樣子 結果我就想不對 趕快去讓他抽血驗 一驗他血中的那個 就趕快收住院 趕快幫他調養 才讓他恢復健康 好可怕 一萬CC 他的體重只有這樣喝到一萬 對啊 那就是體重乘以三十 對啊 對不對 但是你可以多一點點 還沒關係 我就是急診 有來一個患者 他是30歲的男性 他本身是有 腎臟疾病這樣 那他是家裡的人回去 就發現 他倒臥在家中 叫不醒 那就趕快打119送來這樣 那我就發現 他合併有一些 就是呼吸有一些 淺快的一些情形這樣 那我們趕快幫他做一些檢查 那發現說 他納 然後他還有合併一些 比如說 那我就問 就是趕快幫他做一些急救 然後問家屬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那家屬就說 因為就是最近 就是天氣很熱 而且家中冷氣 剛好壞掉 他就狂灌水這樣 但是家人 就是也沒有想太多 想說 我們也是跟他喝差不多 就沒有想太多 但是忘記說 他其實本身是有一些 腎臟疾病的 所以有些疾病的患者 其實基本上是不可以 水量不可以喝太多的 因為我其實平常 是一個神經很大條的人 所以我不太容易緊張 但我唯一一個 讓我非常緊張的事情 就是開車 然後我大學 就已經考好駕照 但是到現在 我都還不會開 原因就是因為有一次 我家人住在美國 然後那時候我回去找爸爸 然後我想說 爸爸在旁邊 我比較敢開 所以我就載著我爸 想說我要從家裡開到超市 都沒有上Freeway 就是很慢的那一種 結果那時候我平常 那時候主播的時候 本來三餐不正常 就很容易 低血糖低血壓什麼的 然後開開就覺得 頭好暈喔 想說我今天是人生中 第一次開車 應該不會這麼衰吧 就是我開始覺得暈眩的時候 突然從我那個眼前 就閃一個黑影出來 我又看到一隻臭幼耶 這怎麼奇怪 這臭幼這樣衝過來 然後我當場就 然後就開到隔壁的車道這樣 然後結果我爸就是 罵一句髒話就 就是我爸這個人這輩子 我都沒有聽過他罵髒話 結果那一天 他嚇到飆髒話 然後我就 我就又開回來之後 我爸說好 好 算了 我來開 然後之後我爸就 本來很鼓勵我開車 他就說算了 算了 你不要開也好 所以從今以後就不太敢開車 是嗎 自信被打擊 因為在台灣你就會變三寶 我承認我是三寶 我一定是三寶的對不對 我也是載爸爸 我這邊遇到一個載媽媽的 他也是二十幾歲的那個年輕女孩子 他剛學開車沒多久 然後就是載著媽媽要去超市 那兩個很開心的就出門 那個妹妹開得超慢的 因為他就是非常的就是 安全架子 緊張 其實他那天出門 他就有覺得自己人不是那麼的舒服 不過還好他開車慢 他媽媽描述他們快要到超市的時候 要有經過一個那個人行道 有一個行人忽然要過馬路 那個女孩子太緊張 殺車看到那個也是一樣 一度驚嚇 然後之後他心跳就開始加快 那快到他最後真的是受不了 因為他已經接近超市 所以他就趕快先路邊停車 那已經快到他幾乎要暈過去了 那後來媽媽看他臉色完全不對 就整個是蒼白冒冷汗 所以媽媽就趕快叫救護車送來醫院 那到醫院的時候 我們正常的心跳是60到100下 他還是幾乎是反倍到200下 他其實有一個 振發性的行律不整 當下我們其實趕快幫他注射了藥物之後 他那個行律就被我們控制恢復到正常 其實這種振發性的行律不整 是突發性 他既然是振發性 他就是忽然會發生 然後發生起來他會跳得非常的快 那其實你在開車 真的遇到這種情況會非常危險 你要想像 你的心臟在跳動這麼快速的情形之下 他沒有辦法正常的達出血液 所以有時候你的血壓是會降到非常低 甚至人會暈過去 所以你如果在高速行徑間 發生這種情形 你如果失去意識 你可能就有車禍了 這是一個非常危險的 所以其實假設你真的在開車中 你發生這種情形該怎麼辦 直接開去醫院 就怕開不到 真的你如果真的很不舒服 其實這邊簡單教大家 當你心臟快的時候 你就是刺激你身體的迷走神經 讓它讓你的心跳變慢 那你可以 用盡胸腔的力量去做咳嗽的動作 第一個這個可以刺激迷走神經 那第二個是 假設你是抓著方向盤的 你可以深吸口氣之後憋住氣 然後緊握你的方向盤 就是做握手的那個動作 然後用力很像在做大便的動作 其實你這些動作可以刺激迷走神經 讓它興奮 那它就可以去抑制你的 心跳讓它變慢 如果能夠成功 你現在就 就可以順利被它壓制下來 但是如果真的不能成功 就趕快到醫院去了 所以咳嗽就可以讓心跳變慢嗎 對 它可以刺激迷走神經 那如果我們跑步跑太快 然後又很喘也可以用咳嗽 讓它變慢嗎 這個是休息就可能 這個是 不要再跑了 停在旁邊 我們先休息 不要再跑了 沒有 這樣嚇人 那是不一樣的 你看它邊跑邊咳嗽 別忘了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並按下小鈴鐺 看我們最新的影片 如果想要收看更精采的內容 記得選旁邊的影片喔